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们的文字它是属于平面的 空拍是立体 那么在这样配合之下 仿佛我的每个字都立体而起来 我是冯瑶田 我是刘克香 我是罗秀玲 全新飞越文学地球 用不一样的角度 带我们看见美丽台湾 四季线上精彩戏剧 通通免费看 欧巴变错声 双面游戏 巴尔干防线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热门影音随选随看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台湾的白酒 民事新闻 台湾的白酒 民事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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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您好 我是罗品薇 欢迎您教会这一节 民事晚间新闻 头条焦点最新的消息 先带您来关心 在稍早6点49分左右 在花莲县秀林乡发生了规模5.3的地震 那么最大的震度来到四级 是出现在花莲县地区 稍后进步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再为您追踪报道 好 接着带您关心的是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连日来是不断的呼吁总统蔡英文 认为她应该要在520卸任之前 赴太平岛视察并且宣誓主权 好 那么对此 国安局长蔡茜茜 在今天也回应了这个问题 她强调说 考量到南海地缘政治情势 以及总统坐机飞行安全 这两大结构性问题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 因此现阶段 并不建议蔡总统登岛 国安局长蔡茜茜 副理员被询 媒体聚焦蔡总统 该不该在520卸任前去 太平岛一趟 太平岛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环境 比较复杂 那总统登岛的动作 会不会被国际社会解读城市 激化紧张情势的一个举动 那这样的一个解释 会不会对于台湾的外交利益 产生一些影响 那这是我们评估的第一个重点 太平岛所在的南海具备高度战略价值 是各国兵加比争之地 近年大小冲突不断 最近一次发生在3月5号 中非两国海警船发生擦撞 造成两国关系再恶化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马调停 要中国适可而止 没想到他离开马尼拉后 中方就宣布连续三天 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和实战射击 不只南海局势升高 总统飞航为安也是一大挑战 那第二重点是 南海地区的军事化程度非常的高 所以国际社会也对于南海地区的 自由航行权跟自由飞跃权 有非常多的关注 也就是很多的国家的基建 在通过南海的海空域的时候 都有遭到相关国家的干扰 所以我们必须要评估 在1600公里的飞行途中 总统的坐机会不会有相关的 飞航或未安的问题 这也是国安局必须要评估的 考量地缘政治和飞安 两大结构因素 国安局现阶段不建议总统赴太平岛 加上惊吓海域僵局未解 两岸关系更是敏感 根据国防部公布的最新共机动态 从昨天早上六十到今天早上六十 一共争获共机三十二加四 其中越海峡中舰二十架四 共舰五架四 超下近两个月的新高 加上520将近 南海情势势必会再升温 此时茂然卷入南海纷争 对台湾绝对不是好的选择 也难怪民进党要开抢 国民党操作太平潮议题 不是没做功课 就是在作秀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日前发生 金门两名钓客出海之后失联 最后被中国海警救起来 那原本中方是说好 会将人送回台湾 但是现在传出说 因为有其中一个人 他是现役军人 所以目前还是被扣留在中国 那么对此 国安局长蔡明燕在今天表示 海巡署还在跟对岸 密集的沟通当中 波特船失联 本艇执行搜索任务 目前农物能见度不到十米 金门两名钓客 周日搭乘坡的船出海到北 令导附近钓鱼失联后 被中国海警救起 事发时间四天 人还没回来 外界关心后续进度如何 这个案子第一时间就由我们的海巡部门 跟对岸的相对的相对应的主管部门 已经有一个联系了 所以确认人是平安的 我们也注意到国台办日前有公开的表示说 他们会尽快的安排送回我方的人员 既然国台办说会尽快的安排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尽快是在我们的理解的范围里面 能够早日的来送回这个我们我方的这两位民众 入委会喊话希望中方尽快把人放回 事实上17日事发后原本谈好19日要把人送回 中方却发现其中一人是陆军金防部现役中市 倒置身变 加上先前今夏海域僵局未解 520赖政府又即将上台 十几点相对敏感 我们每天都有接到相关的进度的回报 那目前正在沟通协商当中 他到底是跟520有关 这些对岸的专门行为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观点性 基于人道精神 那我方也持续透过管道与厦门海市局联系 基于人道立场 那希望说我们不基于任何形式 那希望说能够让过去的钓客能够尽速归来 那让家属能够心里能够安心 据了解两人父母都年事已高 加上其中一人还患有慢性病 需要定期服药 家人希望能去送药 还寻强调会尽最大努力 早日让两人返台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最近又发生中国渔船越界捕鱼 光是在昨天一天 在澎湖附近的海域就有7艘渔船 进入五国的禁止水域 而因为当时海上不佳 因此海巡船舰也没有办法登舰 只能先用广播水泡的方式来驱离 那么对此澎湖渔民也表示说 确实在近年来 中国渔船越界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 恐怕要有更强硬的抵制方式 海巡船舰在潮渔海域发现一艘 正在进行脱网捕鱼的中国渔船 因此立刻鸣笛进行驱离 除了有印上船名的渔船 另外还有一艘无名船 但海巡实在不佳 无法靠近 只能远远的广播要求离开 另外在奇美海域更夸张 这边一艘 那边一艘 一口气就有五艘越界进入的中国渔船 海巡甚至利用水泡 他们才慢慢驶离 光是20号一天 澎湖周遭海域 就出现了七艘中国渔船 在地渔民说 真的要有强制作为 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形不断发生 驚吓海域之前才发生翻船导致两次的案件 海巡执法过程也备受外界讨论与关注 不过相关单位强调 维护台湾海域安全 则无旁贷 该驱离就驱离 该登检就登检 绝对会在人身安全情况下强力直发 民事新闻廖景华澎湖报导 民众大理委黄国昌 在今天质询的时候爆料 说他发现兼长院长陈菊 在总统大选期间 曾经南下高雄去辅选 还发现说他车上的辅选办手里 是立法院的纪念酒 根本是浪费公堂 不对此呢 陈菊办公室是火速反击了 强调南下高雄当时是私人探友行程 而同时这些伴手里 也都是他的个人物品 无关纳税人的钱 还要黄国昌不要看到纸箱就开枪 陈菊当监察院院长 跑下去高雄辅选 已经很夸张了 结果他去高雄辅选的车上 竟然有立法院的专工酒 民政党立委黄国昌突然在直询爆料 监察院长陈菊在总统大选期间 跑去高雄辅选 还拿立法院的专工酒 当辅选伴手里 也请秘书长转告院长 纳税人的钱不可以这样花 甚至监察院院长下去辅选 带着专工酒还是立法院的 这件事情就稍微太离谱了 黄国昌明着指控 陈菊也不忍了 马上透过办公室发声明澄清 车上物资是陈菊个人物品 要黄国昌看到纸箱就开枪的行径 可以停止了 并质疑黄国昌一再在各种媒体上 看照片漫天说故事 事实上当天是周末假日 陈菊四人探有行程 无关政治与选举 而这也是之前早澄清过的事 要黄国昌别再耗费社会资源 在不时的旧文上 高雄立委李伯毅也连喊好几次 太离谱了 开酸黄国昌 太离谱了 在外面看到立法院的酒 就说是公堂 你怎么不要问别人送你的酒 是不是公堂 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跟候选人也没有碰到 被说成是辅选行程 真是太离谱了 可建民还原 立委专公酒 也是立委要花钱买的 怒批黄国昌搞不清楚状况 想在立委博身量 但直视内容却被打脸是乌龙爆料 民事室员杨文庆中的名 他不到 而事实上立法院的纪念酒 通常是送给外宾或是宴客使用的 里头装的是五年以上高粱 因为瓶身的造型非常的典雅 有时候还会改版 具有纪念价值 所以其实一般的民众 有时候也会去询问 而立委们虽然也可以订购 但数量也有限制 原管管的精致外观 昵称南瓜瓶的立法院纪念酒 瓶身还印上立法院意象 用在公务送礼 艳客颇受外宾欢迎 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来 来的时候特别记得这款酒 然后王院长送他那个酒 非常的好 然后他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立法院从第五届王金平院长任内 开始制作纪念酒 一开始是白色瓷瓶 到第七届改版成蓝色瓷瓶 第九届再推出南瓜瓶 里头装的是五年以上成高 定价1720元 除了立法院一年编预算 定1200瓶 立委们一人一年也有180瓶的配额 不少选民都会来拜托 拜会的时候 都有人会问 你们有立法院的割两句 如果不够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去跟其他的同事 再那个借一下 立法院没有酿酒 立法院也没有酒厂 每个立委都要自己花钱 向金门酒厂买酒 所以没有免费这件事情 其实委员们 本来可以透过立法院 带定纪念酒 但2016年立法院被质疑 每年花1300多万 订8000瓶酒之后 就改为立委自行订购 热度还是不减 因为造型典雅 数量有限 网路上售价飙到 三千六千都有 甚至曾出现山寨版 至于喝起来如何 爱酒人士透露 真的比较好喝 帮立法院特别定制 所以品质用的比较好 再加上回答 GTC AI大会神助攻 来看到今天的台股 中场大涨414点 收在2万0199点 站稳2万大关 也在创历史新高 而不止台积电涨翻天 绿能概念股 也因为涨电价的议题 而受惠 今天 FOMC 決定让我们的政策 不改变 而继续减 我们的安全保障 美国联准会主席 鲍尔公布 利率不变 化街狂欢同进 三大指数 创下历史新高 道琼更是大涨超过400点 带动台股周四神规表现 一大涨414点 收在2万0199点 站稳2万大关 短短四个月不到 市值就暴增7.4兆 来到64.2兆 速度协下 史上第五块 NVIDIA这个GTC大会里面 可以说一天比一天精彩 它在最后的这部分 发表了它的这个GP200 让市场上为之惊艳 尤其是它的这个算力 提到2030年 或到2020年比较的话 算力会增加30倍 对于我们台湾的这部分的 一个晶圆的台积电的部分 会成长成长再成长 AI股再次扛下全村的希望 户国神山大涨26元 来到7.84元 台大电表现同样飞天 涨22元收在338元 另外联发科和广达 也都有10元和5.5元涨幅 除此之外 周五店家的生意就要登场 也让重店节律等概念股 搭上涨价列车 市店原金和尚未投控 通通掌停锁死 2万点这边持股 其实坦白讲不需要太高 但是持股轮动的速度 在选股上面来看 我觉得会是比较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会把选股不选市 把它做一个投资建议 总统蔡英文在两个月后 就将卸任 8年前他上任时股票只有8131点 之后指数一路狂飙 如今站稳2万点 账幅超过1.5倍 财讯传媒董事长 谢金河就统计 2000年以后 台湾三位总统任内 故事成绩单 发现小英总统表现最优 直言什么样的总统 给你什么样的股市 明星文中文报导 而说到电价调涨到底涨多少 就看明天登场的电价审议委员会 经济部长汪梅花 在今天到立法院备巡的时候 也被好几位立委问到了相关的议题 包括了民生用电会不会调涨 不过对此 汪梅花她始终没松口 只强调在明天都会讨论到 电价审议会周五就要登场 为了挽救亏损3000多亿的台电 4月涨电价势在必行 但到底要涨多少 经济部长王美花说什么就是不松口 因为大家有期望说的 民生用电会动涨 电价的部分 目前的这个部分一定都会拿到 电价审议会来详细讨论 用电的超大户 涨好涨满这个是确定的 可是在民生用电这一块 你能不能承诺 尽量在330度以下的民生用电不要涨 这个都省 相关的因素 省议委员会都会去讨论 调幅几%民生用电要不要动涨 部长的回答统统是明天讨论 但就在台电争取1500亿补贴落空后 行政院确定排版补博1000亿元 因此电价平均涨幅 约落在12%左右 依照规划民生用电将以700度 作为最低门槛 涨幅为5% 特大户用电5亿度以上 连两年成长 像是科技业等 将调涨15% 至于特大户用电50亿度以上的台积电 将适用最高涨幅的25% 只是就怕店家一涨 物价也跟着涨 这几天里面最热门的新闻是什么 里面一定韩国语吃的水煎包 另一位拿变心比喻物价回不来 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 特别在行政院会上强调 会将大宗物资减碎措施 从3月底延长到6月 并且周五的稳定物价小组会议 也将由副院长郑文燦亲自主持 希望能减缓电价对民生物价的冲击 民企省旅者 叶冲好台报道 而眼看电费调涨势在必行 医界现在也忧心忡忡 因为事实上从小诊所到大医院 有很多的设费空调 他们都是需要24小时不断电的 那以全台有2万多家的医疗院所来说 估计在电价调涨之后 每年多支出的电费 加起来可能达到30亿元 在今天就有六大医护团体 共同发出了声明 希望医疗院所可以动涨 发电机持续运转 机防重地堪称医院心脏 因为空调系统必须24小时转个不停 用电量也是全院最多 MRI核磁共振 提供检查人体内部器官 冷却系统也得24小时不断电 盘点医院最烧前设备第一名冷气空调 占去医院电费超过50% MRI和CT电脑断层用电高居二三名 电贴和基础照明排在后面 如今电价调涨势在必行 也将冲击一界 不可能在比较便宜的时段去开空调 比较耗电的时段 我们就把空调关掉 因为医院的服务是二小时不能中断 台湾社区医院协会先发声明 全台121家地区医院 有40家医务结余亏损 26家少于1000万 等于过半地区医院载幅载成 呼吁医疗院所电价动涨 我们地区医院平均规模 如果是100床 用电的度数大概就会超过2万度 如果再涨15%的话 可能地区医院真的会又倒一片 根据健保署资料 110年赔钱医院前10名 土城医院整体结余 负4.48亿元 台大癌医负2.23亿元 前10名至少亏损1700万元以上 险见不少医院亏损经营 五大医护协会也发声明 公家医院有公务预算 补助电费 私立医院完全没有 也无法向其他产业 涨价转价填补亏损 面对通货膨胀 经营者面临庞大成本压力 在调10%的电价 2万多家的医疗机构来讲的话 初步估计可能会增加 这个电价的支出 超过30亿元以上 尽管月初才取消挂号费上线 却没有几家敢调涨 如今又碰上电价蠢蠢欲动 各级医疗院所都期盼 即便动涨不成 是否也能有补助方案 将负担降到最低 民事新闻林陈英文千台北报道 早点话题再来看到的是 2.6球星大谷祥平的翻译 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水元一平 在今天却被爆出 盗用大谷1.4亿台币的资金来迁赌 现在已经遭到球团开除 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导 水元一平他一度宣称说 只是基欠赌债向大谷来求助 但后来又改口 说大谷并不知情 是自己盗用 大谷祥平跟好友翻译水元一平 并肩出席公开场合受访 这样的画面恐怕成为绝响 根据美国运动媒体ESPN报导 盗袭队在打完韩国开幕战之后 忽然无预警开除大谷祥平的翻译水元一平 原因是他被指控窃取大量大谷的资金 报导指出水元一平因为在加州的非法赌盘 下注运动赛事 包含足球和其他运动 但是并不包含棒球 因此基欠赌债金额高达450万美元 大约1亿4300万台币 事情会曝光是因为大谷的银行账户 在加州一起非法运动赌案中出现 经过调查才发现是翻译水元一平 盗用大谷的账户转账 一开始水元宣称是他向大谷求救 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在签赌之后 获得帮忙 因此从大谷的银行账户汇款 偿还赌债 民意上市借款 但是后来水元又改口 声称大谷不知情 也没有参与下注 使他自己盗用账号汇款 因此遭到大谷的律师团队 控告怯盗 也被盗齐队火速开除 水元因为担任大谷的翻译 而声明大噪 年金也高达将近1600万台币 是全球翻译最高的薪水 如今却因为迁赌和盗用金钱丢了工作 令人意想不到 明星文综合报道 直说这整起事件 其实还有很多疑点有待厘清 首先是水元的说辞反复 他一开始说是大谷要帮他还债 但后来又改口说大谷并不知情 是他擅自盗用账户的 那也有人质疑说 大谷自己的银行账户 由大笔的资金流出 难道真的完全不知情吗 前一天比赛时还有说有笑 结果隔天早上水元一平就被爆出迁赌 并盗用大谷降评的账户资金 不过整起事件仍有一点 根据外媒报道 水元一开始先指出 他去年要求大谷帮他还赌债 更详细表明大谷对此很不开心 但还是替他偿还 并希望他不要再涉赌 但隔天却又改口说大谷不知道 他赌博也没有汇钱 是他自己盗用账户 然而大谷真的有可能不知情吗 水元基欠赌债高达450万美元 其中大谷账号共汇出了两笔 个50万美元 由超过台币3000多万元的资金流出 一般人很难不察觉 水元也透露自己已经到了赌博成瘾的地步 水元和大谷有超过十年的交情 而且旅美这几年又几乎形影不离 大谷是否真的不知道水元适度成性 事发之后水元火速被到期开闸 官网支援名单也已经没有他的名字 就连大谷IG也已经取消关注水元 切割一味浓厚 不过现在大家也分成两派说法 一派相信大谷遭水元背叛 担心他的心理状态 另外一派则认为水元是在保护大谷 让他全身而退 因为运动博弈在道齐队所属的加州 并不合法 大谷若知情也将受到牵连 整起事件还有诸多层面人带调查 才能水落石出 没什么最后报道 接着来关心 昨天晚上八点多 在高雄人五一辆游览车误闯机车道 撞上了寒洞 而当时游览车前方的车顶 是几乎被销出了一个大洞 也造成坐在第一排的79岁老翁当场身亡 而赵氏的驾驶则是公称说 他那个时候是要省时间 才预先切换了车道 但发现有限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至于是不是有疲劳驾驶 或是其他的原因 检警还要重回现场 调查了一清 赵氏的担心驾驶 跟着检警重回现场 坐上晚间八点多 他开着游览车载着旅行团返家 却撞进两公尺高的高速公路寒洞 酿成一死14桑 旅行团的社区就在车祸地点的对接 当时原本就打算在这里下车 但传出驾驶仪式是为了要回转 方便长辈下车 于是就直接沿着慢车道 往前走 撞上了两公尺高的寒洞 监视器画面中 游览车几乎没有刹车 直接撞了上去 车头被削出一个大洞 前排座位都掀翻 坐在第一排的79岁老翁当场身亡 使者家属指控 案发前旅行团回到高雄 游览车沿路下课 还一度迷路耽误不少时间 至于驾驶就是为了抢快 才会酿起意外 运安会的调查人员 从车头到车尾主意确认 旅行团早上五点半就集合出发 前往阿里山到案发时 已经将近15个小时的时间 也被质疑有疲劳驾驶 船出驾驶海工程 原本看到外头4.3公尺限高 以为可以过 但走了机车道后 游览车业者向家属鞠躬道歉 本身也是人物在地的业者 李章队附近地行最熟悉 却在家门口发生意外 驾驶以过失致死30万元交报 监禁也要持续厘清车祸原因 明示新闻书 身为林树名黄建宇高雄报道 而这回出意外的旅游团 是台宿南亚的退休员工 总共有25人搭游览车 到阿里山一日游 没有想到是在回程的时候 发生憾事 而坐在第一排首当其凶的 79岁周姓老翁 他当场死亡 另外还有14名乘客受伤送医 目前已经有9个人陆续出院 一行人到阿里山出游 开心拍下大合照 但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成了追忆 家属接获二号 赶往事故现场 一时情绪溃提 据了解该旅行团 是由台宿南亚好同事协会办理 20号上午7点 从高雄出发去阿里山一日游 车上25名乘客 有14人住在仁武中华社区 没想到晚上回程 就差一分钟快到家门口 却发生这起意外 当中不幸身亡的79岁周姓老翁 曾担任巡守队 还是发展协会志工 平时热心服务 这回出游却发生意外 让邻居都很错愕 发展很好啊 帮助我们那个协会做志工 也是做得很好啊 做得很勤快啊 当然很舍不得啊 就是平时也是大家都很帮忙啊 互相帮忙啊 当志工什么那都有参加 我们好代表我们师傅来对商家 表示关怀 那也希望就是说如果有一些 他们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我们会尽量帮忙 那同时也代表师傅来自证为温亲 突如其来的自状意外 酿成一死的惨剧 另外还有14名乘客轻重伤 年龄大约在60岁到80岁 分别送往医院治疗 目前已经有9位伤患出院 我们就立刻成立整个应变中心 那包括14位受伤的民众 分别送往我们几个医学中心 医院来进行救治 原本是开心出游 现在却变了调 同行的友人怎么也没想到 从此天人永隔 民事新闻刘允淳 邓山田 高雄市报道 国际上的消息来看到 日本在之前宣布 发现了国内首例皮虫病毒传染病 出现人传人的案例 那么当地的卫生单位 现在也警告说 如果人被皮虫叮咬感染的话 不只会出现发烧 上吐下泻等等的症状 严重的话甚至会有致死风险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19号表示 国内首都确认到 借皮虫传播的病毒传染病 SFTS发热半血小板 减少综合症的人传人案例 一名20多岁的男性医师 2023年4月 负责照顾一名罹患SFTS的 90多岁病患 结果因为病患入院3天后死亡 医师便帮忙移除了他身上的点滴 没想到在9天后 医师就出现发烧39度等症状 SFTS确诊 这也是日本国内首起SFTS的人传人案例 索性这名医师在治疗后 已经痊愈没有大碍 而随着日本气候逐渐回暖 民众户外活动开始增加 专家还提醒民众外出时 千万留意潜藏的皮虫威胁 如果被皮虫钉要感染SFTS 患者恐出现发烧 血小板减少上吐下泻 抵抗力下降等症状 甚至有高达15%的致死率 民众为了避免皮虫沾身 在进入森林或草丛时 最好穿着长袖长裤 并且喷洒蛆虫喷雾 活动结束 咬仔细检查身上是否有皮虫 如果真的被皮虫钉咬咬 尧尽快寻找专业医师处理 以免引发大问题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日之版神虎睽为38年 在去年总算夺下了日本大赛冠军 也打破了所谓的肯德基爷爷的诅咒 那么有趣的是当初被疯狂的球迷 丢进大阪河川的肯德基爷爷塑像 在这个月月初 还被日本肯德基公司送往神社供奉 感谢他多年来带来高人气 神职人员手拿法器灰斗严肃装重 但对象居然是尊肯德基爷爷 原来这位肯德基爷爷大有来头 他正是日本棒球界知名肯德基魔咒的本尊 1985年版神虎睽元21年 总算夺下中央联盟总冠军 结果大阪球迷太兴奋 居然把附近肯德基店家门口的创办人雕像 一把拔起丢进道顿窟穿 但往后17年版神虎冠军挂带 肯德基爷爷的诅咒就这样传遍日本体坛 版神虎直到2003年才再度在夭年封王 而日本大赛第一的宝座更是要到去年才失而复得 魔咒这时才真正打破 而中间已经过了近40年 这与肯德基爷爷从当初丢进河中到2009年政府整顿河川意外找到 重回肯德基公司也朝眠河川24年 早就斑驳不堪 原本的左手掌与眼镜直到现在仍旧下落不明 这次日本肯德基公司以人偶供养方式将雕像供奉在大阪的筑集大社 社长也亲自到场参加仪式 公司还特地发文感谢雕像受到大众喜爱 明日新闻林浩博综合报道 接下来今天的美食话题带您来吃泰国料理 来自泰国的主厨把泰国经典的东应公变成汤面 另外还有青木瓜沙拉也多加了一味棕榈糖 滋味如何带您去看 泰国经典的东应公 算拉下汤怎么变汤面 仔细看满满虾子淡菜和花枝 四方鲜甜 面条吸收虾汤的酸辣筋豆 再品尝泰式猪肉炒河粉 充满猪蒜头大五爆香 小小火焰立刻穿出来 其他也要炒到类似蛋酥 香气才足 接着油温拉高 河粉一下锅是不动作加快 炒到河粉变透明 就能上桌 我炒河粉一上桌 大火热炒锅气 立刻飘出来 吃来咸香 口感弹牙 再品尝青木瓜沙拉 青木瓜卤锅 经过熟澡 吸收辣椒蒜头和番茄香气 加入鱼露椰糖 柠檬汁 还多了一味棕榈糖 让开胃的青木瓜沙拉 味道更有味 吃完咸的来点泰式甜点 芒果糯米 香甜芒果和软Q糯米 一起入口 带有淡淡野奶香 来自泰国的主厨 把泰国五大菜系 辛辣的东北菜 充满海味的南部菜 搬上台湾餐桌 你喜欢这边关注红 透不透 日本乌龙命业者推出了 只要姓名有乌龙 两个字顺联在一起 就可以免费吃面一年 而目前全台已经有7个人报名 包括有一位乌龙猪女士 双脑神作 双面游戏 真实故事改编 阿尔干防线 以及搜寻刺激线上 热门影音随选随看 无论世俗安装变 心头领好听 我们做一个台湾人 要认同台湾 建设独立主主的基督 要修好台湾 勇敢走出咱的账头 正向台湾人的电视台 民視新闻 ~~~ 台湾的眼睛 民視 邀您一起 花線台湾之美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民事新闻 回到今天现场带您来看 日本乌龙面业者庆祝登台十周年 推出只要姓名当中 有乌龙两个字顺联在一起 就可以免费吃面一年 那目前全台已经有七位民众报名 其中包括了唯一的一名女性 乌龙珠小姐 她也带着她的姐妹一同现身 乌龙 吃乌龙面好吃吗 当然好吃啊 我就叫乌龙珠就要吃乌龙面 你没听错 这不是闹孔令 乌龙小姐大师乌龙面真实上演 日本乌龙面业者庆祝登台十周年 举办活动 名字有乌龙两字连在一起的 就能免费吃面一年 没想到真人陆续现身 校出身份证乌家三姐妹一同亮相 爸爸是上海人家里旧姓乌 其中小妹因为龙年出生 又是家中的掌上明珠 因此被取名为乌龙珠 求学期间老师最爱点名她 长大半文件还被误以为是写假名 而乌龙院乌龙茶七龙珠都是她的错后 不过她也说很喜欢自己的名字 也有叫乌龙院的啦 因为那是外号啦 那大部分叫乌龙的比较多 那我听了也都很习惯 我也很开心 小时候如果这样讲的时候 我也觉得是一个开玩笑 所以我一点都不会生气 寻找乌龙名字的活动 目前已经找到七位 总计六男一女 年纪最大九十四岁 还有三人壮名陈乌龙 大台北地区有三位 其中一名陈乌龙 本来要叫做雨龙 但因为台语的语 发音就像是乌 另外台南高雄各有两位 一名陈乌龙的女儿就说 家中的赖群组就叫做乌龙家族 而全台这七位全都没有改名过 热腾腾的乌龙面 因为一场行销活动话题不断 不过这可不是搞乌龙 而是真乌龙 大家好 我叫乌龙珠 在日本群马县有一间 京市世界纪录认证的 全球最小书店 面积只有一张单人床的大小 我们稍后带您来看看 歌谣大师陈明璋 一把月前游台湾 继说不同世代的故事 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听台湾在唱歌 每周六下午4点 每周日上午10点 请锁定影视台湾台 因为我们的文字 它是属于平面的 空拍是立体 那么在这样配合之下 仿佛我的每个字 都立体而起来了 我是冯瑶田 我是刘克湘 我是罗秀玲 全新飞越文学地球 用不一样的角度 带我们看见美丽台湾 四季线上精彩戏剧 通通免费看 欧巴变错声 双面游戏 把耳干防线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热门影音随选随看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台湾的把酒 冰湿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刺激线上精彩戏剧 通通免费看 欢喜冤家 欧巴变错声 烧脑神作 双面游戏 真实故事改编 阿尔干防线 笔记搜寻四季线上 热门影音随选随看 无论四季安装变 心头颜好听 我们做一个台湾人 爱人同台湾 建设独立主主的旗舵 欢迎回来 继续要带你来看 在日本的群马县 有一间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 全球最小书店 面积大概只有一张单人床的大小 几乎只有体型 娇小的小朋友 才可以自由的进出 而书店老板也表示说 未来要持续 在周遭增填更多的设备 希望小朋友可以在这边 有个充实快乐的童年 拉起眼前小巧的木门 大约只有一张单人床 大小的狭窄空间里 小朋友就连想站直都十分困难 但这里却摆满了上百本 图画书 百科等各式书籍 让他们能进行阅读 这座落在日本群马县的小小木屋 可是被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 全球最小书店 仅能让小孩自由进出 阅读的迷你空间 成为他们心中最棒的秘密基地 经营这座书店的渡边 为了带给当地小朋友 更丰富多元的生活体验 除了建造出书店小木屋 之后还陆续增设了 弹跳床 温室 甚至饲养了山羊和驴子等动物 让小朋友们免费来此 感受各式各样的崭新刺激 小朋友来到这不但能借由阅读 运动或接触自然来拓展视野 更能从中学习如何与人交流相处 成为促进小朋友成长的绝佳环境 渡边也希望未来能持续增设更多设备 让小朋友们能拥有更充实快乐的童年 迷失新闻综合报道 平东恒春半岛梅花路富裕有成 但是有民众表示说 在大白天经过平儿公路 碰见梅花路突然蹦出草丛 非常的危险 台湾的眼睛 明视 邀您一起花现台湾之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明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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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谣大师陈明章 一把月前游台湾 继说不同世代的故事 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听台湾在唱歌 每周六下午四点 每周日上午十点 请锁定 明视台湾台 明视台湾台 facing 明视台湾的声音 明视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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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rendце 颅巾 平均一般 令原故 帶我們看見美麗台灣 四季線上精彩戲劇 通通免費看 歐巴變錯身 雙面遊戲 打電話來就送喔 回到今天現場一起來關注 平東恆春半島梅花路富裕有成 數量已經超過2000多頭 但血因此不時就會傳出車禍意外 最近就有民眾說 大白天經過平鵝公路 也碰見了梅花路突然蹦出草叢 好在當時他車速不快 才沒有釀成意外 民眾看在路上突然出現 不速之客横渡馬路 仔細看不是什麼路邊野狗 居然是隻梅花路 地點就在恆春半島的 台26線公路 既然可以在馬路上看得到 梅花路在奔跑 以往我們看到的 大概都是狗啦 貓啦 不管是公路 它的腳 那個腳又長出來了 我沒有看很快啦 就遠遠就 看到它出來 我就停了 梅花路横渡公路 網友嫌疑戏稱 真的是名副其實的過馬路 還好車速不快 沒有造成鹿沙事件 其實梅花路陷宗並不稀奇 恆春地區又有兩千多頭梅花路 墾丁國家公園周邊道路 經常都有梅花路出沒 已經是春天了 非常多的野生動物都會開始活動 尤其夜間 各類的野生動物出沒的機率都非常多 民眾開在路上近乎連連 之前的墾丁地區就發生多起梅花路 沖上馬路遭撞的意外事件 尤其夜間視線不佳 還曾經釀成人路雙網的悲劇 如果開在路上各梅花路發生碰撞 依法可以申請理賠最高六百萬元 肯管處也在梅花路出沒熱點 設立告示牌 提醒民眾經過相關路段 減速慢行 民視新聞 網民生 頻道報導 明天星期五了 各地區的天氣 稍後要交給專業氣象主播林家凱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灣 民視新聞 台灣的肉粥 冰西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灣 民視新聞 刺激線上精彩戲劇通通免費看 歡喜冤家 歐爸 變錯生 燒腦神作 雙面遊戲 真實故事改編 阿爾幹防線 以及搜尋四季線上 熱門影音 隨選隨看 無論世事安裝便 心頭領好聽 我們做一個台灣人 要認同台灣 堅持獨立組織的機構 要修好台灣 勇敢進行出單的陣頭 正向台灣人的電視台 民視新聞 臺灣的眼睛 民視 邀您一起花現台灣之美 地木一位 京橋努力 陳岡璃 蝶防蝶別 我們明天天開掌 逢 賞逢 賞盯 在河南 芷裕 大碗 賞淞 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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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 賞 龍格 賞 辭 賞 賞 賞 鬥 賞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对啊 观众朋友 今天台湾的天气 随着冷气团的减弱 再加上阳光又比较强 白天温度上升了不少 以北台湾最明显 至于说现在外面的空气品质 比较糟糕 我们看到就连平常空气品质 比较好的东部 也是来到普通的等级 西半部这边更糟糕 特别是在竹苗中部的部分地区 来到了红色的 这个代表对所有的族群 都是不健康的 还有许多地方 更多地区 是来到了对过敏族群 不好的局势的 至于说气温方面的话 回升了不少 这新竹以北 还有宜兰这一带 比较明显 其他地区也有稍微的回升 只不过入夜了以后 浮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清晨都还是会有凉凉 冷冷的状况的 那地面土上面 我们就看到 北边的高压 是往东边的方向移动出去了 冷空气是在减少的 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高压快速的移动过去了 那台湾附近这边 不只说东北风减弱 甚至开始南风吹上来 变成是南边的暖空气 温度还会再上升的 那目前来看的话 到礼拜六礼拜天 下个礼拜一 这个温度可能就跟夏天差不多了 未来这几天可能穿短袖的朋友 会比较多 但是还是要注意辐射冷却 早晚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 会比较好的 那降雨的状况来看 华南这附近 是有一些云层移动出来 但是这个大部分都是中高层的云系 一方面移动出来 它减弱了 既然比较薄 所以它对地面也没有带来影响的 北部海面这边是有一点点云层在这附近 从这个西边过来的 住来了以后 这些云层减弱了 另外一部分 北边这边这些云层在这里 但是对地面也没有下雨的状况 雷达上面 刚刚看到了 北部海面是有一些云层在这里 也没有看到它对地面有带来下雨的情形 台湾的水气比较少 所以相对的就不太会下雨 气象鼠所预估出来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明天白天 几乎都没有下雨的状况 明天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清晨 还有礼拜六的白天 东部有一点点零零星星的降雨 这个应该不会太明显的 大概等到下个礼拜二 封面来了以后 北部东部下雨的机会才会提高的 那未来这一个礼拜 就我们刚刚提到了下个礼拜二 封面来了 北部东部有短暂雨 但是也是只有这一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而已 那在温度上面的话 大概就温度都有稍微往上升 特别是礼拜六礼拜天下个礼拜一 这个温度又更高 下个礼拜三东北风会增强 但是这一波冷空气比较弱 只有来到东北季风的标准而已 所以到时候北部东部稍微下降一点点 但是很快的也是只有这一天而已 下个礼拜四开始东北风就会减弱了 最近这两天可能要注意是一大早还是这种凉凉冷冷的 那中部南部未来这一个礼拜大概都是晴到多云 温度也都是在往上升 但是日夜温差很大 白天的高温甚至到了礼拜六以后 很多地方都会超过了30度 下个礼拜三的东北风对中南部就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白天温度都蛮高的 那开始吹南风的过程当中 外岛的澎湖金门 马祖另外就是西半部这边就容易有雾 现在台湾是在雾季里面 所以在这个包括周末假日 可能就要特别注意有雾的情形 那明天的天气预报 台北市新北市基隆 北岸情到多云包括基隆 云那没这么多都可以看得到阳光 白天的高温来到25度左右 桃园新竹还有苗栗也是情到多云 大概15度到25度 一大早都只有15 16度而已还是会冷的 台中彰化南投也是情到多云 16度到28度之间 白天的高温快接近30度了 另外云林嘉义台南情到多云 16度到29度之间 高低温很多地方都差了有10度以上的 高雄跟屏东情到多云 18度到31度 屏东已经超过31度了 那东方部来看的话 大概也都是属于情到多云 云来没这么多都可以看到阳光 纵使云亮多 云层的透光度也很好的 15度到26度之间 外岛的澎湖金门还有连江 情到多云大概12度到26度的 海面上面的风浪 随着整个东北风的减弱 风浪也都减弱下来了 大概只有在北部海面最大的阵风 有来到八级的 所以未来这几天要注意的 还是日夜温差大 早晚要记得多加件衣服的 现场交换给品费 非常感谢嘉凯 接下来我们一家人 带您认识印尼新住民陈仁杰 他从小热爱足球 尽管离乡背景工作 行囊里也少不了足球 而在台湾的这20多年 他也利用闲暇时间 会带领足球队 也在比赛当中拿下优异成绩 六岁就开始踢球 足球在成人节的身上 就像是玩具操控自如 一间眼睛的时候 可以多一百个都不会多杀了 甚至没有办法 趁着周末不用上班 他带着球队在球场上比赛练习 一个不小心 守门员快速动作后抽筋 经验十足的教练即是处理 张球也是会受筋 他也是会受筋里面 所以我给他上架的 然后要是再给他赞出来 这群印尼球员可能来台湾念书 也可能是工作 他们在球场上就是一个团队 运动的同时也一解相愁 成人节说 足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运动 不管走到哪儿 他的行囊里都会有足球跟球鞋 四海接朋友 我不敢去哪里 不敢去别的国家 一定会拍节奏 拍球 然后他都帮他们弄球 我可以弄吗 可以 这个是友善的 2015年印尼在台足球联盟 开始在全国各地举行联赛 成人节带领的球队 2018年拿下冠军 除了工作以外 这是他在台湾最大的成就感 成人节回忆 小时候在印尼 小孩们是打赤脚 用最简陋的球具在踢足球 踢球是一种乐趣 也是感情的维系 高中毕业后 因为家中经济缘故 成人节离乡背景出国工作 2001年来到台湾 人生有一半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期间虽然短暂返回印尼 最后仍决定在台湾结婚成家 已经习惯这里的方便生活 我很留学台湾 很喜欢台湾 所以我可以说台湾第二个国家 44岁的成人节 球铃超过35年 是资深教练 也担任裁判 从印尼到台湾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 始终坚持最爱的足球运动 他希望把从小玩到大的足球技法 传授给下一代 让他们踢出成就 也踢管国际 宣传最爱带引到这本北海道 来看冬季限定的狗拉雪敲赛 晚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